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寶寶 我是白冰 大家好 我是寶哥 今集我們講... 今天講書 講經 講經 最喜歡講經 很多朋友都好像有留言 我發現講經的留言多 但Viu數少 可能喜歡聽經的人 不太多 但聽都一定是有心度的 聽不中 我覺得他們喜歡聽八卦的東西 聽聽那些好時下... 是非 是那些時下流行的東西 最近好像沒什麼題目很熱 其實到月上就有八千多的視頻 十三件精神堅強的人不會做的事 就知道我們堅醜 所以OK的 所以我們繼續講經 今條片是底層邏輯 講邏輯之前 首先幫小弟買廣告 接下來是11月9日 大家記錄好這個日子 這個日子我會辦工作坊 早上十點到晚上六點 我發現很多同學都說 很長時間 但我告訴你 你來報 密招所值 四個字講完 是真的 因為當日我們每次都是走八至十個人 因為我的體力和時間有限 做不到太長 你就知道體力勞動的東西 接著又要用心力 所以如果你事業金錢這些東西 你覺得是右鍵的 不妨快點來報名找我 現在IG都沒有的 如果你聽到 你馬上找我 我會沒有優惠給你的 來吧 開播 底層邏輯 底層邏輯 這次講這本書 是底層邏輯二 因為一其實已經早前看了 一先講講兩本書的分別 因為我那次投資了這本書之後 有很多朋友聯絡 這本好東西 很多朋友都有講過 但我發現二是沒什麼人講的 為什麼呢 我看一會我就明白為什麼 因為一其實他沒有很多數學的內容 他很多是一些思維上 令你看到一件事情 根本從而去解釋 或者解決一些問題的方式 底層邏輯二 我一直看的時候 我就越來越有一種熟悉感 就是很多數學 第一 聽到很多數學 有九成的聽眾已經 算了 和我無關 但我很熟悉感是什麼 其實跟我整個讀書說的東西 是很相似的 整個讀書嗎 對 即是我本身讀ecoin finance 那時候其實 尤其有些相關的科目 或者是game theory 即我們叫博弈理論 這些其實我當時也是讀到一頭無水 即每天就粗一些placement 但這次看回這本書 拿到很多不同的討論 今天想跟大家集中說幾件事 我覺得又是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probability 概率 其實這本書 我講了大概大概的那個 他的大廊 他說其實我們分析你自己做的生意 或者你的事業 其實你可以有不同的圍度去分析 即是三圍就明白 點線面 接著四圍時間 他裏面有說五圍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概率 其實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 就算你同一件事重複這樣做 其實他不一定有100%的結果 即是如果100%的結果 那些其實是一個 我們叫很理想化的過程 但是 其實對於我們的概率的認識 其實你有多認識 是直接影響到你怎樣去理解這個世界 或者你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怎樣去定義自己做得成功 或者是不成功 這裏講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基本上有讀過一個 叫Expected Return的朋友 都一定是學過的 就是假設 這一刻 假設 你現在可以贏100元 不過你贏的機率有七成 你的Expected Value就是70元 他就說如果你放在一個現實世界的機會 譬如這一刻 你可以不賭 但是你100%贏到一百萬 這是選擇A 選擇B是什麼呢 你有50%贏到一億 那你會怎樣選擇呢 Expected Value是五千萬 假設大於一百萬 那我應該怎樣做好呢 怎樣做呢 我一定去買第二個 50%有五千萬 其實這個就是 這個其實就是 他教的一個Expected Value 其實在講什麼給我們聽 其實是在學習一件事 你如何做決定 那個決定 當然我們有時候做一個決定 我們不是那麼容易看得清楚 就是我選A 我有多少Expected Value 選B 我有多少Expected Value 我們有時候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其實第一件事 你有這個概率的時候 你開始理解 其實你怎樣選擇 是對你自行 我們叫做數學上面 就是數學上面的最優解 如果你純粹是數學 你沒有情感因素 沒有任何環境因素的時候 你應該怎樣去選擇 那個我們稱之為最理性的選擇 但是當然 說明是概率 概率就是 其中一件事 你怎樣去選擇 其實跟你的能力 有時候是無關的 就是打個譬如 譬如今天我們做這段影片 這樣算 這段影片最後有多少個View 其實有很多因素影響 就是可能包括今天的標題 我們用什麼因素 今天我們講成怎樣 去到今天 可能我們有沒有說 大家記住留言 分享和訂閱 可能這句說話 都會影響你的View數 但是 即使有時候你做同樣的事情 其實那個View數 它都不會一模一樣 它裡面是會有不同的概率 影響到你的結果 這個就是 其實關於概率 怎樣去消化它 打個譬如 它帶出一件事 就是我們以前在地獄經常說的 四個字 是大數法則 是 那何謂大數法則 簡單來說就是 當你一件事 重複又重複又重複地做 它就會去到一個 我們稱之為自然值 就是它自自然的 大概的機率就是這樣的 比如說 譬如你去摘銀仔 你摘十次銀 可能你有機會是 兩次是 八次是工 如果你摘一百次 可能都是三十次七十次 但如果你摘到一千次 就接近到五百五百 那就是一個 對 那就是所謂的大數法則 所以其實 第一件事 如果回到我們現實世界中 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有時候不要這麼快去判斷 你做一件事 是成功或是失敗 譬如你有一個新的方案 或是一個新的商業策略 新的產品都好 你推出了一個市場 其實可能一次兩次 其實很快 可能你已經跟自己說 喂 不行 但其實有機會 在一個我叫Properability的偏差 其實它未正式發生出來 當然我們時間都是錢 就是打一個譬如 所以你一次就定生死 其實運氣的成份很多 那有機會出現一個問題 如果第一次很幸運 譬如當你出了一個新的產品 大爆賣 那你覺得這件事很棒 但你再投放多很多資金下去 可能再開幾條生產線 或者出相同類似的產品 然後之後不行的時候 第一 你就承擔的風險很大 所以其實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夠理性的話 我們做一個結論 有時候我們需要有足夠的資料 當資料足夠 譬如我們已經做了十次 或者一百次 當然如果錄了六節目 一百次就很長 但是有時候 你用一次就定生死 其實也未必是對的 因為你不知道銀子 轉到哪一邊 沒錯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以前都經常說的 其實我們以前做金融保險 經常說你要大數法則 即是你要試很多次 其實你才趨向那件事 是你知道你這個script 或者你這一套的方式是對不對的 即如果你試了十次 其實就大概你有個 那些人的反應是怎樣 即是那些人的反應是很好的 但不買的 或者那些人的反應是買的 或者那些人全部都被掩蓋你的線 那你已經會拿到一個感覺是怎樣 但我發現大部分人 他們如果遇到成功就沒什麼好說 通常都會誇大自己的 你看到我的眼界多厲害 智慧是多麼卓越 但失敗的時候 有時候人是傾向放大 即是放大那種負面感受 即是譬如今次當作用保險的經驗 例如見一個客人不行了 接著他阻礙你了 接著你就會覺得 我真的是廢的 或者我真的不適合做這行 那也可能是真的 也可能是真的 但是如果做一個判斷的時候 你見到十個客人 十個都阻礙你了 那你就真的快點轉行 是真的 不要浪費自己的時間 但可能結論是 你用同一套話術 或者同一套的微調 如果十個人其實有一個人阻礙你 有九個人是OK的 都要簽單 那你很冷靜 其實很冷靜 但可能就被第一個打死了 噢 那些漫畫圖就是 你不斷掘地上掘掘掘掘掘掘掘 你下一次就可以見到金礦 但你掘到那一刻就放棄了 所以 這個就是何謂大數法則的美麗之處 因為我們平時生活裡很少想數學的東西 坦白說 很多時候跌了的位置在哪裏呢 就是 你給了一個感覺 駕駛了你去判斷你那件事可不可以 就像我之前說 那條影片 可能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可能拍多兩三條 才知道 是 譬如我拍旅行vlog 我也拍了三條 那我就可以決定 接下來出賣那條 就可以概觀定論 你不是有一個資料 你不是一個one set的一個 可以一個特別的活動 所以 這個是講大數法則 我覺得這個也是有趣的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很少用這一種方式去理解 以前做sales可能會比較理解 但是其實 你再將它放棄 人際關係都是這樣用的 譬如你跟十個人拍拖 十個人都出事 那應該就不是對方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 即是十個裡面 你有一個是渣男的話 那可能是你遇到那個人的問題 這個就是其實 可以容易一點去檢討 是不是 那究竟的責任是誰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我會去看 這個也是挺有趣的論述 所以其實 這本書其中一邊講 關於大數法則的可能性 其實大家都可以嘗試放棄 去用在你平時生活裡面 那這個東西用了一個好處在哪裡 其實你沒有那麼快放棄 或者你沒有那麼快去 你沒有那麼快 你這個很大 就是沒有那麼快 令到你自己覺得自己很厲害 或者沒有那麼快 令到自己覺得很廢 而是你用一個客觀一點的數字 來去給自己一個位置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其中一個點 都挺好看的 然後另外一個 這個我們經常都會講的 就是幸存者的一個片段 就是 因為裡面 他舉了一個例子 都挺有名的 就是經常都會提到的 就是在講二次大戰的時候 就是 那個飛機 那個飛機 飛到回來 這個OK 那就加口的鐵板 就是 因為這個 先講完整的故事 關於行存者的偏差 就是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我們有時候會因為僥倖 或者某些東西得到結果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那些是對的 而這件事其實最常發生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恕我這樣講 可能得罪很多人 但是我也照樣說 包括一些風水 或者命理上面的東西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第一 你不會試到一個平行時空 你沒有用的 譬如我現在放一個水晶在那個角落頭 其實你做不到一個反應 你沒有一個平行時空 是你沒有放 然後又做同樣的東西 而結果其實是看不到的差別 但是行存者的偏差 就講著名的例子 就是二次大戰的時候 那些飛機 即是那些戰機飛回來 他發現有很多戰機被擊落了 但是飛回來的時候 以他們的那個 記憶 記憶 都是有些共通點的 都是實實正正的 不如我們加厚一些記憶 可以確保我們被擊落的機率是低了 那就加厚 但其實到最後 這是在一個邏輯上面出現了一個問題 因為實際上 可能也有些人是記憶沒有問題 但是他已經被人打倒了 他已經回不去家的時候 其實你是拿不到那個模式的 換句話說 你去失敗的時候 其實你拿不到那些意見 他裡面的一個例子也覺得很好 就是說 我們經常都會訪問一些 我叫成功人士 成功的商人 你成功的秘訣是什麼 很多時候都會說 專注 有毅力 但其實是否等於失敗 沒有專注沒有毅力 其實有時候也不一定是 但是我們是不會有機會訪問到那些失敗 所以其實這個幸存者偏差 就是有時候我們的偏見 都會令到我們看的東西 是會模糊了不清楚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譬如 可能最常見 我會說什麼 就是譬如 你出門的時候 你是左腳先走出去 所以那天就比較好意頭 這些當然也有你的自我催眠在裡面 不是說完全沒有用 但是 其實 所謂的幸存者偏差 就是 我們看的東西 其實很容易你帶了偏見 你不知道 而最後你越多幸存者偏差 你的偏見就越走越偏 就成為了你的真理 那個真理的情況下 可能到最後你就看到 你樣子很差 所以我就覺得你是不可信 就是去到這些位置 是 譬如我現在想回我們泰國那個 JK 其實我想起 因為我想起 我第一天 我都覺得這個人很鬼祟 是呀是呀 他的聲音和和明智一樣 唉真是很瘋 所以 當然我們都 一定是會有我們的偏見 在未來的人生裡面 所以 這個也是沒有辦法 最終的辦法 所以 這兩個關於概率的東西 我都覺得是一個 挺有趣的東西 所以 也都在這本書裡面 我是覺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到的東西 是 但是在這本書教導的這些位置 作為讀者很難去拿捏 究竟 我哪個位置放棄 哪個位置是我夠大數據 還是怎樣 我覺得其實是自己定一個 至少你自己都定一個 數字大概多少 可能是十 可能是二十 可能是五十 但是 我覺得那個是思維方面的不同 就是你有了十 你才做一個結論的時候 跟你可能做到三的時候 你已經 因為你沒有設定到什麼時候 做結論 你第三的時候 你已經做結論的時候 其實你就 有時候你未收集得清楚 究竟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個 我覺得怎樣去設定 當然如果你是計算這個 數字來講 越多越好 因為你越多越近 越來越來越好 但是 你自己設定 可能你覺得是十 你覺得是二十 你覺得是五十 其實真的很好 因為是思維上面的分別 你不是基於單一事件去評定 你自己是可以 或者是不行 基於單一事件去評定 你自己可以 或者是不行 你對自己都不公道 另外 一邊講起 就提起 另外就是說 剛才說的 就是 Expected Return 其實就是 有時候你要知道 有些決定是 不要做 是不是都輸 對 比如賭錢 你一進賭場那一刻 就輸了 對 其實很多沒有數學底子的朋友 是不明白的 糟糕 因為我開始發現 我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 其實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都是的 因為其實 你走進賭場那一刻 他其實跟你玩的一件事 他很會玩就是 大數法則 嗯 一百個人進來 就一定有五十一個人輸 那些 對 而其實他賠 怎麼可以看到 你一定輸 在賠率上面看到的 是 因為簡單來說 這個我經常都會分享 例如當 玩雜色仔 那些大小 大小 如果你買單一圍色 他的賠率是一賠二百十六 但是其實在機率上來說 他是二百五十六分之一 六乘六乘六 是嗎 三十六乘六是多少 我沒有記錯 就是總結 對 是 二百十六 不是 二百十六 所以 他要三顆色 一樣的圍色 同一 同一號碼 是不是這樣算的呢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 或者你說過遊戲是什麼 你在那個機率上 你是劣勢的 或者用最簡單來說 例如大小 大圍才是通實的 所以你已經是 已經小於五十五十 已經小於五十五十 已經小於五十 所以你在玩遊戲 第一你要很清楚知道 你在玩運氣 如果你真的要去賭 我知道我這次是玩運 就不是玩必勝 因為其實 這個就是經常都分享 當然也有些人是去 去找賭場的漏洞 這些都真的有 那大部分就是一些 小型的賭場 或者賭二十一點 可以算牌等等 是有這些團隊可以做的 但如果你本身 你不是專業的 數學的玩家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 會被賭場禁止 就是因為他的機率大於五十 他不會被機率大於五十 所以他不會輸 基本上 就是整個遊戲 他是不會輸 他知道 只要你繼續留在這裡 他就不會輸 所以你會有很多叉燒飯 你會有很多免費的船票 免費的住宿 因為他知道一件事 只要留到最後 你是一定輸 當然你可能會說 我是那個少數的T算子人 我不排除這個世界是有的 但是如果數字的障礙 會趨向一個平均值的話 沒有人可以離開平均值 所以大家看到了 其實簡單來說 如果你看到一個兩個選擇 如果你的機率都是輸的話 低於五十百分之的話 你是不應該去玩的 再說多一點 這些我都很熟悉 因為以前我有研究過 我想大家都可能有興趣知道 大家不知道 香港的馬匯 是全世界最難贏錢的地方 因為那個賠率特別低 沒錯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不熟悉 你可以理解什麼 如果有索高手 你真是correct me if I am wrong 我不是最專業的 我只是比普通人認識多一點 因為其實賠率 in a sense 就是等於你那個勝率 其實是一個數字去互換 而香港馬匯的話 其實你是主要賭兩件事 樂樂彩不說 基本上一定輸大 大家都買過運氣就無所謂 第一是足球 第二是馬仔 足球的玩法是跟莊對賭 你只是比賽馬匯 而買馬的玩法是 你是比賽馬匯 他抽了水 你跟裡面的人困繞 所以在基本上來說 如果是釋馬的人 他是比較容易贏錢的 因為旁邊的人都是麻木 但在波子來說 其實裡面全部都是精算奧 35%是賤 21%是職 派出賤20元就算 所以你是很難贏到的 尤其都是那句 長倒 這些都是我們的朋友 都試過 就算是天選之人的IQ 贏到一季英超 整季都會贏 下一季都會輸 所以最後都是輸 但是最有趣的是 其實他都是數字很厲害的人 所以有時候都不知道 是不是聰明反避 真的不知道 是很難的 但是你長遠計算 總之你的機率 不是一定贏的話 其實是不應該投的 所以一邊看這本書 去到這些位置 就很回憶到以前的一些經歷 所以到最終我覺得 是投資在自己身上 這個是不會輸 不會輸 很老套 但是不會輸 你的人怎樣都進步了 所以如果譬如 這個我也想說 關於投資在自己身上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覺得投資在自己身上 是要投資在學位 那你也會有錯的方向 對 因為其實學位也是一個遊戲 學位回不了半個 因為學位 或者你要計算 就是 學位上面 他沒有錯的 打個譬如 你可能讀過Master 或者你讀過 你是讀醫的 譬如你讀醫的 護士、牙醫、會計、精算等 這些職業你能夠計算 然後重點就是 如果你是讀BBA 你是不知道讀什麼 不計算 你計算不到那些 基本上 你都可以計算 基本上 簡單來說就是不能夠本 所以其實 當然 如果你對自身的 學識 或者一些知識上 你想提升 不是不建議讀書的 但是也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進修自己 因為最近我重啟讀書 就是看書的習慣 這個是對於我來說 真的很便宜 又很划算的一個投資方式 有時候 包括聽我們的Podcast 當然 很老套 因為當時你聽了一些東西 或者看一些東西 其實 可能現在看書的角度不同了 其實是很多東西可以進入 現在的生活 有什麼東西的地方 可能你可以試試用一下 包括其實我一直看書 我可能現在和大家分享 其實我都是在幫自己 因為我學習的方式 我也挺清楚 就是我透過越講得多 我就會越學得精 如果我學完 或看完之後 我不分享出來 其實我會很快水過壓背 所以說完了 但是關於你自己學習 怎樣學習 所以這本書我推薦大家看 可以先看一 因為一是它更多思維的東西 二其實它很多是數學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對數學 可能你一看到 你已經立即是沒有了感覺 或者覺得很辛苦 那不建議這麼快看 但是它裡面講幾個例子 我覺得是不錯 以前我有學過一個叫做 Gene Coefficient 就是一個計數的方式去量定 一個地方的貧富懸殊的差跡 原來這個東西可以用在公司裡面 然後舉了一些例子 原來 因為本來你貧富懸殊 和我完全沒有相關 簡單來說 但是如果你用了一家公司去看 它有講到就是說 如果你的Coefficient 你超過0.4還是0.6 那些人就會不斷內卷 即是他們的競爭性很強 但是他們會不斷打 但如果你公司的貧富懸殊 是很低 那有機會他們是沒有動力的 即是它用這些東西 套回現實的個案 我覺得挺有趣味 也有講到 譬如以前讀Stat 我沒有什麼用到的東西 可能我天知不充問的關係 因為以前讀Stat 我覺得很辛苦 他說Variant是怎麼用的 即是以前真的不知道 即是知道這個數學這樣計算是Variant 即是怎樣應用到呢 沒有 但是我就看到 其實那個作者是很熟悉數學 跟著他把數學和商業世界 組合在一起 就成為一個很厲害的 他現在是做諮詢的 即是都是做商業諮詢 就是一個很厲害的商業諮詢師 所以投資在自己身上 永遠都沒有輸的 我硬撐了27分鐘 沒錯 今集都差不多了 所以有沒有話要說呢 沒有啦 差不多 所以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